研究这本书 这是一个寺庙 兴隆镜寺 是台湾很早很早的 一间寺庙 包括Camp Hall 马祖庙 因为我恰好跟这个寺 因为这个寺那三尊 三尊佛像 我觉得蛮温暖 我如果每一次去 人家在前面拜 我都偷偷的跑到上面去 抱一抱汤 因为那个是泥土树的 泥土树的 以前大概二三十年前 陈与霞在拍这三尊的时候 他发现在拍他 他也在跟他笑 有一尊就很严肃 有一尊还会骂人 你们知道这个横三弦 众三弦什么 三尊代表什么吧 有一种讲法是代表 过去现在未来 有一种是代表什么 一个药师佛 一个 反正 那个其实都是皈依啦 这个不用了 那像 我为了要了解这些 就到印度 那个 阿执安达啦 印度 阿扎拉啦 去把他们在古老 而且把台湾人 终极的信仰的 罪死员给 灵灸山 佛陀在那里 缅花微笑 传华大结宴 哇 咦 咦 咦 后来下面有一个就笑出来 传过去了 那个就是无功用型的 残门的 终极的 起码 起码点 好 我就把那个 丁秋山那个拍下来 那这一款就送给大家 但是因为有的是基督宗教 他不想要 所以这个没有每一个人送 就在那边 要的自己拿 真的不够 我再切眼镜 因为这个是 明天要来上课的杨伯明先生 他手印字 就是回馈这个寺庙的 那我恰好就去追溯 这个第一本而已 他的历史 另外 要去阿里山的时候呢 你如果要了解 因为我们这个书 没有赠送 也没有在卖 这里也没有 像 坏木林的内涵 我们带各位到阿里山 只讲解 一般游客要看到 每一个点可以谈的 因为每一个点 我就可以给你看 百年来的变迁 光是一个阿里山大门的 那个你可以看到 没有几年就换一次 没有人几年 台湾钱是要抗质 台湾有得好够 够够够够够 那就没怎么办 反正它一再的工程嘛 因为只要有工程 就有和康的嘛 不断的更换 我们现在在去阿里山的时候 跟我上次半年前 戴血缘上去的时候又改变了 又改变了 新的工程又一堆出来啦 在卖的都是那些什么 自然的会稀 坏木的混产 你看 你们现在在看的 每一个每一次我看到那个在介绍神木 我就很难过 但是现在在卖的就是那些 那些是什么你知道我 以我看来就是 现在台湾观光简点在卖的就是 那台湾昨天的灵谷塔来被打破掉的一小块的骨灰 对了 跟你说到那些年轻 其实都有违历史 有违历史 变得一段 你都好好小小的 你这样 自己的龙翅这个长大了 然后在电视上媒体上就是这个样子 包括那个什么什么频道 那个外国人来做的 我看到也是觉得 很难去深入到这个底子 OK 我已经讲太多了 前一眼就讲 这是坏木林的内海 坏木的 前台湾坏木的 你真的要进入到 比如说你阿里山的介绍之后 你阿里山一般前点介绍之后 你想要知道阿里山的植物 那阿里山的生态就是这一本 那阿里山的植物呢 在这 拖掩你的上下两侧里面 阿里山这里就写得很 几乎就是说每一种植物都有了 有那个 但是这两本是描写 从阿里山以下的 扣掩林的这个介绍 这个 我只有哪一本在这里 做给你们参考一下 OK 我们马上进入到